Youtuber一手拿汽笛喇叭 一邊拍攝過馬路的情形 突然一台警車從他面前開過去 Youtuber在自己的頻道 PO出影片說過馬路警察不離讓 還標出警車的資訊 據了解事發地點就在台中 影片上傳後引發網友們熱議 確實為本分局同仁 請務中駕駛警用巡邏車 民進該路段 那唯一規定來離讓行人 確實有疏失 警方說事發地點是17號晚上6點多 透過民眾檢舉影片 警察確實有疏失 將依規定開罰 同時要求當事員警自己繳罰單 並且加強教育訓練 另外雲林則是有暖心騎士 有兩位學生準備過馬路 騎士主動停車 揮手示意讓人先走 一旁的汽車跟對象的公車 也放慢速度 事發地點在斗六市民生路火車站前 當地汽機車非常多 車流量大 路口沒有耗置 只能用路人自行判斷 這次有了騎士協助指揮 讓行人們順利通行 TVBS新聞 張崇敏 陳其軍 許又翔 雲林台中 此行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問我